今天有重要的消息向大家宣布 有我们公司联合两家公司 共同推出的公益演出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跟你说这个演出可太重要了 我们公司的联合的公司 那可是不是一般的公司 富宏集团 大伙都知道吧 咱们家吃的那个富宏大豆油 还喝的富宏矿泉水 那都是人家集团生产的 人家集团为我举办的这个晚会 投资 给的钱 我大姐夫所在的物业公司 出的是地方 就在我们小区的广场 我们公司 我负责联系 我是总导演 今天邻居们可以说 我这个创意可太新颖了 那个走红地毯 大伙都知道吧 那每次那每个演员的明星大腕 咱得瑟他 今天那不要他们 不带他们玩 我的创意是 咱们街坊邻居们 以家庭为主 大家都盛装出席 都穿上过年的衣服 咱们也得瑟得瑟 好不好 一定要盛装 大姐夫 这白虎啥呢 我挠眼 你这晚会准备好没有啊 什么叫白虎呀 我通知大家伙 一会儿参加活动 走红地毯盛装出席 对对对 街坊邻居们啊 晚上都要盛装 一定要盛装 大姐夫 你穿啥呀一会儿 我这身衣服不够盛装吗 你就剩下装了你 我记得你有一件 那个粉红色的西装 对呀 你这样 你把这件西装给我 我穿上粉红色的 我就特别好看 没谁了 你要借我的呀 拉倒吧 你要穿上我的 你不把我比没了吗 你这么对吧 你还是啥也别穿了 等会儿 什么叫我啥也别穿的 我裸奔的 我的意思是 你长得好看呀 你穿什么不重要啊 主要是咱们全家 对对对对 咱们全家这个档次的 赶紧回去看看 看看检查检查 服装一定要进度 对吧 我回来了 哎呀 来吧 音乐 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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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二位姐夫 好 我这造型怎么样 嘿 你还别说啊 年轻啊 穿啥都好 这叫天生丽质 小土豆不会说话 该我该我该你了 来来来 你代替导演啊 来来来 来 音乐 哎呀 哎呀 刚才你说咱家小米 天生丽质 那我呢 我媳妇是国色天香啊 你还别说 那个二米啊 确实香 你这喷了多少香水啊 你用米团的 不是 大姐夫 赶你这家了 等着啊 赶我了啊 来吧 大米准备好没有 牛子 来来来 音乐停 音乐停 怎么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大姐 哎呀 你这是大白菜帮子 成精了 你是这被 被降落伞 乱家了 是咋的啊 你管啥 这样显着我腰戏 是 哎呀 大姐 不是我说 你穿衣服 一点品味都没有 你说你哪有 穿这样的长裙 还是穿个裙撑的 就是 你是去走路卡 你还是去丢人现眼 小米 你瞎说啥呀 我妈在我心中最好看 就是 大姐吗 你说我大姐是最好看吗 你大姐在我心目中 就是最美的女人 好吧 一会儿 一会儿跳伞的时候 注意点安全 哎哎哎哎 别说风料话啊 我觉得大姐是最支持我工作的 最好看 哎呀你说的有道理 哎呀你说的没有道理 哎呀你说的没有道理 我爸爸在我心中最帅了 最帅了最帅了 我跟你说 咱们全家都挺好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咱爸咱妈 对对对 好不好 来热烈的掌声 激情的音乐 有请我爸我妈 哎哎哎哎停停停停 爸妈呀 你俩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平常穿啥你就穿啥 这也不行啊这个 哎呀二姑爷 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哪好啊 爸妈咱们是往红毯上走 不是让你俩离家出走 你穿得行吗 爸妈呀 我觉得二米说得有道理 你俩穿得稍微有点素了 对吧 你看你俩这一黑一白的不好看 对 大夫人我知道今天这个场面 是盛装出行 不过我和你爸岁数大了 你说你们年轻人吧 穿啥啥好看 再说了 俺老两口子也没那份心思了 听你妈瞎白了 他说话就是嘴不对心 我告诉你师父 就昨天呢 他听说要走红绿塔那消息 哎呀把他兴奋坏了 是吧 哎呀他回家这一熊啊 翻墙倒棍的 把他认为那好看的衣服全拿出来 掏上一件 崩开线了 又掏一件 崩开线了 最后终于找到一件没崩开线的 穿这个吧 把拉锁头好下来了 哎呀 你可别埋怒了我了 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找件漂亮衣服 哎呀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了就得了 你看你整的把我拐的 这档次都下去 哎呀你自己听了 大姐夫啊 哎呀我早就想到了 行动 来吧来 把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 来 哎呀我早就准备好了 来呀 哎妈你穿那个 哎 这是 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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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衣服的 你看 哎呀妈呀 这碰红碰红的衣服 我可穿不出去 妈 你看这红色多正啊 趁您脸色显白显年轻 对妈多高雅啊 这多漂亮啊 妈我跟你说啊 主要是心理的障碍 对 年龄大不是个问题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老要张狂少要稳 对对对对 不行不行 这这衣服我真的穿不出去 我可不能穿 哎呀妈 我跟你说 这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 嗯 你要不穿不白瞎了 对 老伴儿啊 咱们得自信 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 哎 你别老把你自己当吃火 哈哈 我可没你后脸皮 不穿 妈你说你咋这样呢 哎 哎 咋办白买了吧 来来来来来 哎呀 咱们打嘴巴 啊 赶紧想招 你快快退啊 撒冷撒冷的 快点 哎 你怎么挨上了呢 这不是连我挨吗 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 你哎 肯定就是你解决 啊 哎 你挨完你行啊 当然行了 今晚来你们你看着 我有办法 妈呀 你看这衣裳啊 我给你买一袋 两千多块钱的 你说你要不穿 当小辈的也不能强迫你 是 行了 扔了它吧 对 拿回来 哎呀妈呀 这么贵啊 两千多块钱哪 你看看舍不得了吧 那我也不穿 你愿意扔 扔吧 哎 哎 这 哎 哎呀 哎 哎 哎 来吧 上上上上 那个 爸 爸 爸 我觉得你们穿上这一身啊 挺好看的 啊 没啥问题 因为咱们范米丽啊 是一个整体 是吧 所以风格一定要统一 对 我决定 咱们这次出席啊 咱们服装全部换了 就以妈这个服装的风格 为基准 这多好啊 行不行吗 行 什么什么行 什么主意 什么主意 别吵吵 行不行 行 行动 爸 这事就靠你啊 哎呀 我说老头子 还是我大姑娘 他就了解我的心声 是 这回你就放心了 要求全家都照你这样看清 对 你看这多自然 好 好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 预备 奏乐 停停停停 哎呀 我说孩子 这啥意思啊 这无意思就是为了跟你配套 啊 妈 这样一个情况 你听我跟你说 妈你看 我们这不是为了体现劳动的美吗 对 跟您在一起这不是配上了吗 对 因为您这穿的衣服就是平时做饭的时候穿的衣服 不是孩子 我这上班的衣服我也就穿上了 你们这不是比你妈妈的吗 哎呀你就别装了行不行啊 我敢说你现在心里巴不得的穿上那条红裙子 是吗 就表面故意拿个样就要这股劲 你跟谁较劲呢 你非得让孩子们跪下求你啊 是 妈 那你就换上吧 我不穿 我不穿 把他整后边的给他套上 哎 来呀 孩子们 哎 哎 孩子们打个力 妈 妈 来来来来 妈 你穿上穿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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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就是 你看看 穿上就好看 哎呀你看看 谢谢啊 哎你别说啊 爸 你还真是了解我妈 哎就得这么干 我跟你说师傅 哎 我发现 啊 真正了解你妈的啊 还是你 怎么生活呢 想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 嗯 你妈 就想着能在婚礼上穿上一条 红色的连衣裙 哦 你给妈买一件了 我答应她了 我就上商店了 啊 到你一看那个裙子那个漂亮啊 啊 我钱不够 啊 买不起啊 哎 没有办法啊 啊 我就回我们剧团 啊 找那个小乔 就先在咱后楼住的那个老乔太太 乔阿姨 我把她的那件红色连衣裙借来了 啊 结果你妈看见高兴的 就往身上喘呢 啊 没喘进去 打这个 收 哎 那你就说我妈太胖了 哎呀 在婚礼上没让你妈穿上那件红色的连衣裙 啊 到今天 都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 爸 那您后来咋不给她买一件呢 对啊 我肿脏了给她买 可能是 她打那件事以后心里也有疙瘩了 就不让我提这个红字 我前两天都过什么时候我给买条红裤腰 来 啊 死活都不计 我问啥呢 这样 哎呀 我估计啊 她人生最重要的时候没穿上 对 她心里记疙瘩了 顺风啊 哎 如果你今天 能让她穿上这件红连衣裙 哎 也算圆了我的一个梦 我欠你妈了 你放心吧爸 有我和大姐夫呢 一定让妈穿上 你放心吧 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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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我们家开家庭会议呢 啊 你出去 那个 二十万 今天晚上你们公司不办活动吗 啊 以家庭为单位走红毯 对我是总导演 那个我行事 小米烈一个人走多没意思啊 我来跟她配个对 哦 那个为了能够和小米烈配对成功 我送你总导演一桶 富红大道友 哎呀 哎呀 大姐夫 看这个呀 给董导演送礼来了 哈哈 行了 你们在这儿 你回去吧 好嘞 哎 把油还我 你来晚了 人家田奔奔早就报名了 人家田奔奔跟小米烈是一对 二婆婆 咋的 你放心 啊 田奔奔头半夜指定是来不了了 为啥 我把人家水管的全摆坏了 刚给他打完电话 他在人家呀 修水管的呢 哈哈哈哈 哎 哎 你这小子 啊 你怎么这么损呢你 啊 就你这样人多了 还不得把我们物业累死啊 大姑婆 你看你 我又没让你去 你还让我去 你去一边子去你 爸爷爷 去一边子去 二姑婆 大姑婆 啊 爸爷爷 我跟你们说点事啊 说个有意思的事啊 啊 刚才我一出门 碰见咱后楼那老乔太太了 啊 乔阿姨 穿一身红裙子 啊 哎呀我的妈呀 那大孙子穿红裙子 啊 像那么西红柿子顿里边 爬出来的似的 哈哈哈哈 你妈呀 哎呀 哎哎哎哎哎 你妈 你干什么呀 咋的了妈 你没听她说吗 像从烂柿子顿 爬出来的似的 我不想一想一想 你来干啥呢你啊 好不容易 亲妈 把这条裙子穿上了 你啊 你你你张嘴 可我行不是 多少行 我把你打成暗世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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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啊 你阿长啊 你往回看 你放奶奶 穿上这红裙子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 什么玩意 好看好看好看 你过那边去 我告诉你啊 嗯 你再说点别的 我就削掉你的大牙 你信不信 往下 你过来 那你刚才在后楼 看见那乔阿姨 你什么感觉当时 感觉特别美丽 对 往下过来 哎哎 啊 瞧阿姨穿上那身红裙子 你爷爷看见以后 什么感觉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啊 你听见没有 说明天穿着好看 对啊 妈 哎 妈 妈 妈 没事 没事 现在别乱 现在不要乱 哎 想想办法 现在必须得想招 对对对 这么着 哎 明白吗 这个主意好 行 那个 是这样的 啊 咱们 楼后边那个老乔阿姨啊 啊 那个气质 能跟咱妈比吗 比不了 哎呀 老乔阿姨凭什么穿红裙子 有咱妈的风采吗 没有 我跟你说 其实你妈穿上比她漂亮多了 对 她现在就是轻虚了 没有气势了 在老乔太太面前不敢亮剑了 此话差一点 我妈那小当年也是剧团的角啊 哎 对的 老乔太太咱们可能跟咱妈比 妈咧 咱妈什么条件啊 咱妈的个头 个头 咱妈的形象 好 咱妈的尊贵 好 好 现在最重要的啊 是咱妈呀 有点怕乔阿姨了 是吧 她不敢跟乔阿姨比了 对不对 对对 哎呀呀呀 那这下完了 那你说以后啊 咱妈要再见着老乔太太 那是不是就得绕那儿走了 哎呀 哎呀 完了 完了 超级唰 而已 带 海 孩子们 你们还 变一句 扬一句 跟我玩这个套路 本老太太从今天起 我就穿这身的 和这老乔太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条件好了 儿女们都孝顺我 我愿意咱美就咱美 我爱咋浪就咋浪 我想咋得瑟就咋得瑟 谁也管不着 你算是活明白了 妈 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呀 心里边想的就是希望你们呀 能够年轻 能够健康 走红地毯的时间可快到了 妈 你老人家下命令吧 好 孩子们 平去凶 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家出去 得瑟咯 干什么 小米粒 太好了 他们逗走了 咱俩在家呆着呗 我呆你跟桃子呆着你 你个烂世子 你给我看家吧你 小米粒 说好了是吗 不跟我走是吗 行啊 我跟富宏大胖游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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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